很好的傍晚和夕阳 总是时候精神松懈下来 同事的狗狗叫Gina 附送着两只巨大的耳朵向我狂奔而来 轻轻热热的填我的脚背 击中了我原本就极其可谓的防线 决定买一只小狗狗 第二天遇到了一只乳白小发豆 不知为何就是很想叫它皮皮 没想到它真的叫皮皮 是什么奇妙的缘分 终于来到了我的小橙子 一只小母柴选小柴柴的时候 小橙子安安静静圆圆滚滚的 在为另一只小柴柴欺负 让我觉得嗯就是它了 果然回到家之后 最多的就是小声嗯嗯来表达自己的需求 周日用了一整天陪伴它 缓解晕车和来到新家的惶恐不安 这些视频我要和全世界宣布 我有狗狗啦 感谢橙子肯跟我回家 提醒大家养宠屋之前 要先评估是不是有能力教好狗狗 以及足够的包容心和耐心照顾它终老 狗狗的拆家能力和生活习惯 很值得思考在前面 比如你是不是可以容忍一个小东西 在吃完自己的屎之后 还要过来轻轻你甜甜你的嘴 OK嗯大家晚安 中文化就学习惯ED 下来